大家都比较清楚,大蒙一地区是缅甸境内第三大华人聚集区,此前,果敢同盟军解放了大蒙一,赶走了缅军,正当大家都认为大蒙一地区的汉人,会热烈欢迎同为汉人说着同样语言的同盟军的到来时,然而大家的期望落空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里是胜历史,订阅我,融入历史的大舞台,成为时间的见证者。 在最近的事件中,一些大蒙一华人看到同盟军占领大蒙一后,愤怒至极,甚至有人写信给老段同志,想让其组织力量反击盟军。 夺回大蒙一,这种情况再次凸显了华人之间的不信任现象,这一系列反应似乎表明,大蒙一的华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同化。 通过这些消息可以看出,大蒙一人并不是很欢迎果敢同盟军的到来。 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果敢同盟军来到大蒙一地区之后,在那里军纪松弛,掠夺了百姓的财产,大家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 早在12月21日,大蒙一地区段氏吐司后代段新制,觉察到大蒙一江一主,于是写了一封公开信,致蒙稳同胞的一封信。 虽然这封信名义上是给百姓听的,但实际上我们认为是写给果敢同盟军听的。 这封信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我郑重地呼吁,进入我区的各方武装组织部队,恳请你们要亲密爱民,严明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保护好盟稳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啊?是的。 事实上,果敢同盟军来到大蒙一驻扎后,也确实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几天之后,大蒙一接到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那里果敢同盟军在坐着治安巡逻。 接到一片欣欣向荣,果敢同盟军似乎与大蒙一百姓相处的还比较融洽。 但是这种融洽背后却潜藏着矛盾与冲突,当果敢同盟军派兵来保卫大蒙一百姓的安全时,大蒙一地区的百姓是比较欢迎的。 但是一旦果敢同盟军提出大蒙一地区的百姓要承担相关的义务时,却遭到了当地百姓的反弹。 为什么大蒙一人宁愿接受一族缅族人的统治,也不愿意接受果敢同盟军的治理呢? 这让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大蒙一人不习惯扶兵役大蒙一地区和果敢地区一样。 基本上是由缅军派兵驻扎军事据点来防卫地区的安全,本地成立了民团组织来做日常的治安工作。 本地的民团人员数量不是很多,所以普通的老百姓人家基本上没有强制扶兵役的义务,加入到民团对当地的青年来说更相当是一种职业选择, 有一点像是考司法系统的公务员。此外,缅军驻扎在附近的山上,基本上日常事务都是由大蒙一人自治, 但是同盟军到来后也按照惯例在推行义务兵役制度采取的是二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政策。 义务扶兵役的这种政策大大的引起了当地百姓的不满,而且现在是战争时期,上战场就意味着可能会牺牲。 关于这一点,大蒙一人非常抵制,不想失去一等公民身份。 事实上,大蒙一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早在数百年之前,它就已经成为华人社群居住的主要地点之一, 形成了独树一致的多元文化景观。 大蒙一人口众多,现今约有十万居民,遍布各个民族群体, 其中不乏大家熟知的遗族、汉族等,这样一个多元种族和谐共生的地方。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缅甸难以忽视的重要军事基地。 大蒙一人民族属于汉人,大蒙一人是在元朝灭宋,同时灭大理国之后, 大理国的王爷带着臣民逃亡迁徙而来,渐渐地他们就定居在了这一地区。 在1962年之前,大蒙一地区一直有段是吐司统治,但是到了1962年,缅甸废除了吐司制度, 那么原来的吐司摇身一变成为缅军所属的民团组织。 不过大蒙一人依然保留了汉文化,大蒙一人喜欢穿汉服,并且他们自办了华文学校。 世世代代保持了传统的汉族习俗,过春节,贴春联,请财审,在教育机构还挂孔子像。 虽然大蒙一民团被缅军收编,但是大蒙一长期还是得不到一等公民资格,没有选举权,不能进入到政府机关工作。 长期以来,大蒙一人一味向缅甸中央示好,委屈求全,做了三件事,逐渐获得缅甸政府认可。 一是,改民族名字,大蒙一人献在民族为蒙稳伯马族,免与伯马就是缅的意思,说白了就是蒙稳缅族,也可简称蒙稳族,大蒙一又称大蒙稳。 二是,学缅语,长期以来大蒙一人都是学汉语的,后来也开始同时学缅语了。 在此背景下,大蒙一人才最终获得了缅甸中央的认可,并于2016年成为缅甸最后一个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随即大蒙一人得到了一等公民身份证。 可以看出,大蒙一人通过百般向缅甸政府示好,改民族名字,学习缅语等委屈求全的方式获得了缅甸的一等公民身份。 数十年的努力,才获得了一等公民身份,现在如果被同盟军接管之后,又重新失去了这一身份,大蒙一人也就认为自己的权益受损了。 不确定的未来。 大家也比较清楚,各民族地方武装在缅甸中央军面前还都是比较弱小的,未来果敢同盟军控制下的地盘将向何处发展,存在着不确定性。 大蒙一人可能认为,这一地方政权不一定能够持久的、安全的、稳定的保持下去。 他们的心中在打鼓,这一点也是大蒙一地区百姓比较关心的一个点。 退一步讲,当前大蒙一人已经过惯了小确幸的生活,他们并不很认同果敢同盟军的钢铁洪流,说白了,他们一定程度上免化了。 虽然果敢同盟军掌握主动权,成功攻占了大蒙一,从而进一步牢固了自己在缅北的影响力。 然而,这样的胜利并不能消除当地华人社区的深深忧虑,在此地居住多年的92岁的王国达表示,这个变化对他来说充满了挑战。 他和许多类似他的人,担心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都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有人觉得,同盟军不需要在乎大蒙一人的态度,认为即使没有他们,同盟军也将会获得胜利。 在我的看法,这次事件背后的撕裂和矛盾可能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不仅仅是针对同盟军的不满和愤怒,还涉及对华人身份认同的认识和认知,这也预示着大蒙一华人在这场变局中可能会面临更多现实与认知的挑战。 那么果敢同盟军如何感化教育大蒙一人呢? 我们认为,一是,同盟军首先仍然要以身作则,对百姓秋毫无范,获得百姓的认同和好感。 二是,对包括大蒙一地区在内的新解放的地盘人民都要做长久持续的思想工作,加强他们的民族认同感,提升他们对同盟军正义性的认知,通过潜移默化去影响他们,使他们真心实意地回归到同盟军的阵营中。 三是,却有必要时可以对大蒙一等地区设置政策过渡期。 通过这些措施,有望逐步消除当地百姓的顾虑,增进双方的信任。 在果敢同盟军的感化教育下,大蒙一地区的人民逐渐认识到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 他们开始积极参与社会建设,与果敢同盟军共同维护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勇气,也看到了中缅两国人民携手共进的美好愿景。 总的来说,同盟军解放了大蒙一地区之后,原本属于汉人的大蒙一人,却对同为汉人的同盟军的到来不太欢迎。 原因有三冒号一是,同盟军推行的义武兵役制度,对于长期不用服兵役的大蒙一人来说是一个新的负担。 二是,大蒙一人如果处于果敢同盟军治理之下的话,可能随之失去其缅甸义等公民身份。 三是,大蒙一地区的百姓对果敢同盟军能不能给他们带来长久稳定和平的发展,持怀疑态度。 面对这样的情况,缅北解放风云,果敢全境解放等事件都需要引起我们的深刻思考,这也使得我们更需要去思考缅军未来的走向,以及对果敢围困与会战落虚的情况进行深度叹息。 毕竟,任何的转变和解放都需要我们对历史事件的深刻思考和观察。 同时,随着战事的结束,未来的大果敢地区也将迎来一个大的和平发展的时代,那么让大蒙一人能够分享这种日月换新天的新时代带来的红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大蒙一人也将渐渐地和果敢人融为一体。 大蒙一的战事显然无法用简单的话形容,在强大的军队,也不能改变这里千年不变的华人传统和多元种族文化背景,这是永远无法替代的珍贵财产,面对这种变化。 我们衷心希望各方能协力合作,推动当地的和平进程,让大蒙一这个充满魅力的城池重新焕发生机。 这里是胜历史,订阅我,融入历史的大舞台,成为时间的见证者。 感谢观看